10點到了 歡迎收看 非常感謝我們觀眾朋友們 對我們背包客的支持 我們這個背包客 我們不管走到哪裡 我們每一集收聲欲結結告聲 每一集都講就講了 很冷取的 而且我告訴你們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非常的不一樣 看一下我們這個地方 背回歸線 大家就知道這邊是哪裡 這我知道啦 嘉義水上 嘉義水上 是 講到水上 你們應該都知道吧 我是什麼 我是誰 水上之光 吳齒之人 我是水上光 真的是水上之光 那個是光啊 這裡就是我故鄉 這裡的故鄉 故鄉 你剛剛說什麼 故鄉 講到故鄉 是 故鄉 那故鄉 你也要為大家獻唱一曲 有規定一曲 用無塞空 不是你的演唱嗎 喂 你愛模仿 你愛模仿水上老鼠嗎 我的模仿 不過說真的 對啦 你來節目都沒什麼貢獻 這次來到水上巷 你怎麼要給我們一點貢獻 我跟你講 我要回來 我已經通知我們的鄉親 他們非常開心 全部跑光了 都沒人 都沒有人 還沒到我家 都沒有人 他們已經奉養了幾百人 要來包圍我 要揍你嗎 沒有 因為我跟他們每一家 多少都借過我一點錢 你壞貓啦 因為難得來我的故鄉對不對 一定要幹嘛 你知道嗎 幹嘛 帶你們去我家吃飯 吃飯 你爸媽會煮飯啦 我爸媽會煮飯 你媽媽 教練好好的在那邊聊一下 好好聊一下 怎麼生出這樣一個誇張 到處誇張 但是他跟我爸爸是嚴肅的人 所以到時候你可能不宜跟他開玩笑 對 上次我一個朋友來我家 跟我爸開玩笑 我爸頭皮打開 就拿出那個一把走人手槍 你玩笑 走啦 走啦 出發了 好啦 我跟你講 既然我不是 先帶你們去好好的吃吃喝喝啦 OK Let's go 等一下 怎麼樣 最後一定要有一個那個嘛 一個slogan嘛 slogan 我們一起來進行我們的 跟著玉琳去旅行 祝你們 走 我們去祝禮 什麼聲音 因為吳宗憲啊你 臉上貼心 不要臉 走啦 彥均 你被串位了耶 無所謂啊 我這個位子很不穩 我這個位子誰都能串啊 走了 出發了 幹嘛 我們要去你家 沒有 先不擠 先跟你爸媽講 先不擠 來這裡一定要先吃一個 家裔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什麼 你家吃就是美食了嗎 沒有 家裔最具代表性的美食 不用我多說 雞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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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講 我以前小時候 我也住過家裔兩年 國小六年級的時候 保送到家裏 但是家裔的雞肉飯 一般是用火雞肉做的 火雞肉 可是我的雞肉比較慘 你們一定沒看過火雞對不對 火雞很好笑喔 火雞有經常一群 那麼十幾隻 對 只要有一隻叫 其他就跟著一隻叫 小時候我們家隔壁 養了十幾隻火雞 那個多好笑 你知道嗎 就是連人 你模仿他 他也會以為是火雞在叫 你只要在那邊 咕嚕咕嚕咕嚕 不得了了 十幾隻一起在那邊跟你咕嚕咕嚕 火雞還會追人 火雞跟孔雀差不多大隻 火雞真正最可怕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小時候 那時候不是家家戶戶都有廁所 所以我們常常都在草蔥 在那邊尿尿呢 為什麼我那裡常常發炎 你知道嗎 哪裡 經常你尿尿尿到一半的時候 火雞以為那個是蚯蚓 你知道嗎 太小了吧 對 我怎麼把我的命力講出來了 我現在有 但也只是毛毛蟲 你該說 你該說是湧的還是什麼 有兩種動物都會 都會攻擊男性的那個部位 火雞是一種 我那咬到無比的劇痛 它有一種也會咬 對 鵝也會咬 鵝也會咬 鵝也會咬人 對 那鵝也會攻擊男生那個部位 就他們都吃蚯蚓了 我跟你講 火雞是 鑿一下 鑿一下 這痛那一下對不對 對 很可怕 我們鄉下經常看到螢幕很滑稽的畫面 好像憋了 那個小男童有沒有 然後 一直在那邊甩 我有看過 一直在那邊甩 甩不開 因為那個被鵝一直緊咬住 我有去除外景的時候 然後結果有觀光客 還要去尿尿 然後去草叢尿 然後那個小朋友 尿超久你知道嗎 他邊尿邊哭 然後那小朋友 慢慢推出來的時候 一隻鵝的頭跟他小弟 對 對啊 那個被鵝咬到也是一樣 要等打了 等打了你看他會鬆開 你騙人 真的 越想越快 各位 這快到了 這快到了 就是我說的鵝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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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一個願意見他三次一面 對 一定是來各位的這家吃 對 一定的 這家鵝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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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鵝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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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鵝掌�掌�掌鵝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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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鵝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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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麼多家雞肉飯 為什麼要來吃這一家呢 這一家我從小吃到大 走 就是比較主要 在地人會吃的 對 那它的這個飯 它是用 雞油 不是用來加摩托車那種雞油 廢話有過來耶 雞油 亂講 就是他們在煮的過程中 那個雞汁有沒有 分泌下來的那個油 直接來拌飯的 來家店很特別是 它有雞汁飯 它還有這樣雞片飯 雞片 然後這比較大片 你喜歡吃這種雞肉 紮實口感 對 就適合吃 還好 這是為了老人家設計的 老人家只能吃雞汁飯 明天也可以吃雞肉雞塊飯 你乾脆把他打成汁給他喝好了 怎麼講那麼話 真的啦 聖大哥牙齒很厲害 牙齒啊 對 聖大哥 都吃嫩的好不好 上個禮拜 對啊 一口咬死一隻 臟頭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啦 真的 紮實很厲害 我跟你講 他家店有沒有 他雞絲跟雞肉啊 還有差 他裡面有那個雞胸肉 還有雞腿肉 你看啊 他大塊的肉 吃起來並不會很乾彩 因為他吃起來之後 還是油嫩 油嫩的感覺 然後呢 再搭配一點點油蔥酥 油蔥酥裡面 放下去之後 攪拌之後 分泌一點點那種油脂出來 其實它是有 那種香酥的那種香氣 一點感到不會很乾彩 就真的就是內行人 好吃 雞肉飯一定不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好甜蜜 煙黃瓜 煙黃瓜 媽啊好好吃喔 天啊 一家雞肉飯好吃 難吃靈魂怎麼也就在這裡 對 煙黃瓜也很重要 怎麼樣 鄭大哥你覺得吃起來 跟台北有什麼不一樣沒有 我講到對 煙黃瓜 是嗎 對 一粒一粒 搭搭 那我講錯了 你那個蛤子有什麼意思 你不要欺負老師啊 你怎麼說 就這樣啦 鏡頭前要盡老尊賢 對啊 他就只能吃 鄭大哥喜歡吃荷包蛋 然後加一個荷包蛋 讓它的味道更美 而且這家店有沒有 是在地人愛吃的 對 在地人對雞肉飯是很挑很挑的 所以在地人會喜歡吃這家 代表說這家店真的是上選 中的上選 就是所謂的航阿萊的東西 航阿萊 對 他們要來 厲害 我吃的就是虱目魚 上把魚燈 虱目魚燈 天啊 你知道嗎 我此生啊 我最喜歡吃 嘉義跟台南的虱目魚 因為我 他 方中至尊啦 對 其實虱目魚 它是有很多刺的你知道嗎 它這虱目魚啊 老闆呢 用手工把那個刺 全部都挑出來 好貼心喔 所以你吃到那個肉有沒有 完完全全的只有肉質而已 而且他們的那個 虱目魚肚 是有點淡淡淡的 摳香啊摳香 它有點像果凍一樣的感覺 對 再來看看這個蚵仔看 蚵仔 各位 在嘉義吃蚵仔 基本的尺碼一定要是大 好大顆喔 你如果吃到那種小小的 小小那種的 就不叫嘉義的蚵仔 這個 這個喔 對 因為嘉義盛產蚵仔嘛 東石啊 布袋啊 都盛產蚵仔 就差不多有20克啦 這個 這個保足感啊 吃了會講實話 不會這樣很漢狗 加蕾 怎麼樣 怎樣 好好做人 老的 你都不會說話 你怎麼這麼吃 什麼 吃得這麼好吃嗎 老的 你是惡人啊 你怎麼這麼吃 惡人啊 現在可以去你們家了吧 先不去… 是時候了啦 你到底有沒有家 你是沒有家的孩子啊 對啊 你們在騙我嗎 先去別人的家 誰家 誰家 貴的家 貴的家 不要亂想啦 你看大白天的 嘉義有喪寶 然後我知道啦 雞肉飯方塊說 妳想回復 嚇到妳想逃 妳想回復 妳很奇怪耶 大白天的 妳想我怕嗎 妳怎麼會怕 我不相信 妳會怕我怎麼會怕 因為其實對我們三個來講 我們也是回到自己的家而已 對不對 我最近挺苦力跟我講一個 他也是講鬼故事 然後飛一公里 然後半夜 那警察就攔了一台摩托車 摩托車騎人500個 來下來以後就說 妳騎摩托車 妳OK 妳有戴安全帽 但是妳不曉得 妳後面那個女生 也要戴安全帽嘛 然後那個機車騎士 我後面 那個警察嚇壞了妳知道嗎 有啊 那這個 沒有啊 警察先生 妳搞錯了 我沒載人啊 然後警察一走以後 後面那個女生 就拍拍前面那個 男士 我剛剛演得很像對不對 對 我演得像不像啊 然後變警察 對 變警察 因為他們自己 我要去戴安全帽 對 然後變警察 想要去台座 對 然後像什麼 對 倒給我了 好像是那個草裡面 倒給我了 要喧嘩 要什麼 要什麼心腿上 好像這個草裡面 不要亂講 這是什麼 不要用講的就好了 看到了 這間啦 這就沒想過了 這就沒想過了 這地方 凡事要謹慎 要謹慎 要謹慎 要有尊敬的心 來 有 有 妳走前面好了 不然妳會說完下來 好可可 我跟你講 這個樹林 我們剛剛前面那個馬路 以前是那個 就是很容易交通事故 你知道嗎 然後以前那個如果 如果車禍身亡 那妳那個 實體不能附載在馬路上 他們就是用單架把這個屍體 拆來這邊放的 因為這邊有樹 是這樣嗎 對啊 就比較不會說 好像很快就腐爛這樣 這應該是他們的 前面 這應該是他們的後門 小心 我之前去的 我之前好像是從前門 對 你到哪裡去了 那個要往這邊走 因為以前的那個 有人在那邊吊死 不要弄到這裡 你不要一直喊好不好 會撞到它 小心 不要碰到 太誇張了 先問別碰到 有沒有 空氣當中 瀰漫的一種 腐臭的味道 你不要亂講話 你不要那麼不信心好不好 已經下雨吧 不要嚇我們 我們有四個人 然後你走最前面 我們四個人在一起怕什麼 聖大哥 我只能 有你保護我 我走最前面 好這麼快 對 兩年前一位 是帶一票回來 我走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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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後面的全部都不見了 我再也沒回來過了 是這邊嗎 幹嘛啦 不要笑 不要鬧啦 你這邊不要開玩笑 你這有地方標榜好不好 玉琳哥 都是你家嚇人 你看那口徑 你盯著看五秒鐘 你就會看到 不要 水面上面 水面上面浮現當年 那個跳井自殺的丫鬟對不對 好 來 大哥 你去看啦 我不敢看啦 等一下 我剛剛看那個影房好像你耶 小潔 你連在這邊都不正經典 真的是 真的 人標不信邪 對 真的人標不信邪 我現在怎麼媽媽 有個力量要 來 誰拿我的腳 誰也誰拿我的 好可怕喔 他在那裡嗎 欸 真精真生啊 把它封起來了 把它封起來了 對啊 這封起來不行啊 半夜都有呼吸什麼 對 妳講得好可怕 等一下 我們剛剛最上面那一層 是人家燒過的 金座啊 對啊 去裡面看看好了 去裡面看看好了 這種房子 以前一定要很有錢 很有錢的人家 才有辦法蓋 這房子非常古老耶 所以... 所以原外的家 不要亂摸啦 原外的家 這裡這種地方 不能亂摸吧 為什麼一直覺得 後面有人在摸 你幹什麼啦 你幹嘛啦 你有問題啊 這個擋住你啦 像我一樣 我一講說 他們不讓我進去 他們都...你看那個牆壁 那牆壁上面 是不是有一個小女孩的臉 有沒有... 你看那個牆壁有沒有 可是你看那個樹子 好像一個人的腳 老實講 一踩到這裡的泥土 就覺得怪怪的 是 這樣好了 酷 我們現在在這地方呢 是台灣非常有名的 民雄鬼鬼鬼店 在那邊上網打卡好了 對 觀眾一定覺得 我們真的是太... 對 太不可思議了 如果人正常 注意耶 那真是 了不起 你想住 有點想 不要講喔 好大龍龍喔 你喜歡哪一間 我們先幫你定下來 我看看 來 1 2 3 好像 這樣子 這樣子 怎麼後面配了多一個人 你嗎 1 2 3 你看玉琳哥 我沒了啦 一面刻一面 什麼 那邊還有那個衣服耶 哪裡 OK啦 這個是... 鄧大哥 你... 你夠大膽 你敢撿起來看嗎 而且這是古代人的衣服耶 鄧大哥 你敢撿起來看嗎 不要擠我 好 我明明敢撿 我現在也不撿了 你撿了 我不撿了 我就告訴你說 那是老奶奶過世的衣衣 你敢拿起來看 你不要這樣講嘛 好噁喔 你敢去撿 對 去撿 接下來想去哪裡 好 趕快先出去 到隔壁坐一下 來 幫我們講話 手頭是衣服啊 唉呀 不要亂玩啦 真的是 不是 我剛剛被人家鎖喉啦 我被人家鎖喉 那是怎麼回事 白癡啊 智障 隔壁有咖啡廳啦 去咖啡廳坐一下 對啊 去咖啡廳坐一下 真的有咖啡廳 你也竟然想走對不對 對… 撞到一個人啊 好痛喔 小心 他的天蟬腳 正經一腳尺寸一頭牛 出動了 救命啦 好啦 鬼屋逛完了 輕鬆一下 很輕鬆啊 但我怕這個咖啡也不輕鬆 鬼屋咖啡 鬼屋咖啡 哪一位真是的 怎麼到處都這樣呢 怎麼到處都是鬼啊 來 問一下… 好可怕喔 怎麼會有人把咖啡廳 叫鬼屋咖啡廳 有人嗎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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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是人還是鬼啊 當然是人 不是 蛤啡那洞的主人 現在去哪裡了 他們都住各地了 都各地 比較少回來 那那各地 為什麼不弄平 然後蓋清房子這樣 如果以現在來講是因為 太多人工能持有的 所以就比較不好 產權複長 如果以前的傳說就是 洞的就會出事這樣 因為好幾次要重新動工 所以我只要動工 工人都包庇 真的嗎 好啦 老闆 那你幫我們準備那個 你們這邊有什麼 看一下好了 好 你們是粉拿鐵 對 冰糕咖啡冰拿鐵 我們點拿鐵 還有鬆餅好了 OK 然後再一個 好 OK 那你什麼 平安福袋哥… 你不要辣 好辣 不要 不要用你的項腿 你用哪裡都沒關係 不要用你的項腿 那我們貼了 我們就喝咖啡了 輕鬆了吧 輕鬆愉快 我剛剛看他們資料介紹 什麼時候 除了我剛剛講那個亞環 那個跳井自殺之外對不對 是 然後日據時代日本兵 他們就夜宿 然後後來怎麼樣 怎麼樣 他們無故 拿牆 骨色對面 幹嘛啦 我最愛的草莓 無聊耶 草莓就草莓 你嚇人家幹嘛 你無聊耶 所以我是要草莓 你… 你怎麼好像是罵老公一樣 怎麼了 什麼